现在美国现在登月 登月的能达标吗 还在喊登月吗 好你看来 最新的消息告诉你 美国的NASA宣布了 太高总署宣布什么呢 成本超支进度延误 不得不取消 已经投入4.5亿美元的 月球探测车开发计划 所以他们的探月计划怎么办 当然是受到重大的挫败了 而如今呢 你看大家都知道 他们其实是一言再言 本来说去年 后来又说今年 结果说到2025 那现在直接告诉你说 这个探月计划 现在呢不得不取消 来请教赖老师 这没有办法的事 因为美国以前富有 你一个大计划 这个做不好了 就丢掉再来 弄一个新的计划 他们以前富有的时候 可以这样做 那个时候我在巴黎大学读书 我们的老师就很羡慕 因为我们都是做科技的 那他们就很羡慕 美国有这个本事 有这个财力 可是现在美国 已经没有那么富有 虽然他们的政府的预算 越来越庞大 军方的预算越来越大 可是他们的开支越来越多 所以他们可以用在 研发的经费的比重 越来越小了 而且他们一直在追加预算 因为发现钱不够 所以他们的预算一直增加 然后品质越来越低效率 刚刚郑英雄所说的 他们的政府的效能 萃取越来越低 然后这些科学家的年龄 越来越大 那么心血一直没有补上去 他们的平均年龄已经到55岁了 太老了 他们真的应该要有很多心血 一直补进去 那我觉得美国他们现在已经面临了一个 一个顿化老化的一个现象 月球车 中国大陆已经上去几辆了 嫦娥啦 玉兔啦 都上去了 结果现在美国一部夜球车刚刚上去 然后就降落的姿势不好看 结果呢就失去功能了 然后现在第二步又出问题了 那你夜球车都没上去 你还想登陆夜球 我觉得美国大话讲的很多啦 但是现在真的已经不行了 你做不到就做不到 你要认了 那这样子的话是怎么样要用走的吗 就沉入我们的标题吗 你怎么要有人把它载上去 他才能走啊 开玩笑 所以要放弃了 不要去月球了 去别的地方了 只能这样了 那月球的研发成果 那就要靠中国大陆了 没有 他们月球还是会 想方设法登月了 但是能不能比中国还早 我觉得之前话都吹太大了 可是中国大陆是基本上是一步一步走 而且定的是2030年 那美国本来2023嘛 后来2025 2066 26 现在2026看起来也不可能了 不行啊 所以就取消 那就一直往后延 最后很有可能是中国 先登月美国是之后的事了 对 但是眼前还是要把 那两个美国太空人赶快带回来 真的真的不要再多了 我没有忘记 你不受不受 对是 真的 他们在上面还蛮高兴他们说 是 就那天的记者会啊 大家都在关注那位女性 太空人的头发 好啦 不过坦白说 大家都看到说这一切都要凭实力 但是呢 请教蔡委员 美国太空司令部的这位怀庭上将 他现在却说中国大陆在太空 建立杀伤网 过去六年 他们在轨道的情报监视 侦查卫星的数目都足足增加了两倍 已经有好几百颗了 所以是怎样 觉得现在会对美国造成有杀伤力的影响了吗 蔡委员 在美国华府有一个研究单位 叫阿斯本Institute 就是一个专门研究安全问题的机构 多年来每一年都会举办 所谓阿斯本安全论坛 你刚才提的这个美国太空司令 就在论坛里面乱吹牛了 他的目的是要预算 你看啊 中国好厉害喔 已经有了这种太空武器了 那我们没有啊 国会也要给我预算 简单讲是这个样子 对啦 中国要建立这个太空战的目的何在 没有意义啊 他有超高音速的武器啊 你美国挡都挡不住啦 他弄个那个卫星 你美国也打得到啊 不客气讲 你美国那个飙山就可以打下来了 你说高轨道的做武器 坦白讲不太理想 低轨道的你美国也不少好不好 不要讲美国啦 你那个马斯克就很多啦 那也很多 对啊 所以这个是基于一种被破坏妄想症底下的狂想曲 觉得中国的影子处处都有 你所谓的太空武器 你是说去杀伤人造卫星 中国早就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 但是主要是说 坏掉的卫星要把它找回来 但是当然也可以去攻击这个卫星 但这个不是一个什么多 多对哪一个国家会有太大伤 你的卫星被拉走又怎么样了 对不对 这个不是一种太大伤害的东西 可是你要花很高的成本去做这个事 没有必要 还在想象说 哎呀中国有一种从地上可以发射的雷射武器 或者飞机上可以发射雷速 理论上是可行啦 但是像帅将军讲的 你要把那雷射发那么远 计较一个焦点还能够把它烧起来 那你要花多少电力啊 那你就打个飞弹不是更快 那我们讲所谓的二级制裁 难道有用吗 美国六月通过扩大俄国军工基地的定义 拓宽了决定是否实施二级制裁的参数 港媒引用了外媒的报导就说 有三家俄国大宗出口商的管理阶层表示 美国在实施了这新一轮的制裁之后 由中国直接向俄国付款就变得非常困难 甚至还说没办法付 就算是用人民币付款也一样 本来不是就说俄国要用人民币了吗 所以提高了人民币的使用份额 可是现在这个报导这么一说的话 怎么好像感觉是对中俄都造成了阻碍 真的是这样吗 不会啦 第一个什么叫一级制裁 就直接对美国人美国企业或者等等 直接交易的对象叫一级制裁 比如说以前打击花卫就是一级制裁 二级制裁就是跟我们美国没有关系的 是你们第三方在买卖的 比如中国跟俄罗斯 这个通称叫二级制裁 Secondary Sankion 它美国的法律是这样定义的 现在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于说 它把它解释成说 任何人跟俄罗斯做生意的时候 他的美元存款的账户可能会被冻结 事实上国际贸易大家都很清楚 我会建立一个不会被制裁的单独的银行系统 我会去建立一个单独的不受你制裁的贸易系统 这不难啦 说难听一点 哈马斯这个经验太丰富了 对不对 真的 他走私买武器买什么东西 都绕开的 都绕开了 这也不是秘密 伊朗也是绕开很多事情 所以它有一定的效果 比如说你跟直接跟美国 欧洲做生意 当然会被制裁 这一部分是会损失 可是除此之外 你要做四级制裁 是相当容易建立一个替代系统 他现在讲的是 卢比不是什么 这个应该讲说卢布 卢布他这里面写的是卢比 他应该讲的是说 这个已经不是一个自由兑换的货币 但是只要中国大陆的银行 愿意去接受 我说明开一下小银行 专门跟你俄罗斯来做清算 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吗 是 所以对于这个东西 反而是很多做生意的机会就来了 我举一个例子 以前美国对台湾禁止衬衫 配额等等 我想这个 赖教授已经印象很深刻 美国这个等于是用配额 制裁台湾的衬衫链 对 没错 鞋子也被制裁过 啥 鞋子修行鞋 鞋子也被制裁 就后来就出现了配额买卖制度 对 那就避开了美国很多的那些东西 对 那有人因为做配额买卖制度 赚了很多钱 对 所以这个经济现象是很复杂的 这边报导讲的太简约 好像俄罗斯就不行了 对不对 问题是俄罗斯的出口还在成长 你找一两项可能真的是卡到你那个制裁的边了 需要透过美元或者欧元去做这个兑换转账处理的 有很多不需要 不需要你就管不到了 好 所以呢这个总有绕开的方法 并没有办法造成这么大的这个杀伤力 所以美国是不是又要摇头了呢 那请教一下杨老师 那您看这个可能美国看了也不开心 皮尤中心他们做的一个民调 目前已经很少有美国人认为美式民主值得其他的国家仿效了 19%美国人笃信美国民主政治是其他国家的榜样 但是有72%却认为 美式民主如今已经不再值得推崇了 结果呢 现在好像越来越负面在看待这个所谓美式民主 结果居然连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米勒他都承认 全世界都在质疑我们的民主 是怎样是因为数据就摊开来看了 就不得不点头承认了吗 老师 我把比较详细的这个数字跟大家说明 这个是在今年一到三月 就是皮尤研究中心针对主要是欧洲国家了 还有西方国家就做了这个民调 你觉得美国会还是继续一个民主的典范吗 那德国认为大概是89%不是或从来不是 那他有两个一个是不是这几年不是变得不是典范了 第二个是从来不是那这个从来不是的法国人有38%认为美国从来不是民主典范 但是这几年这个有四成另外有四成认为美国这几年变得也不是民主典范 所以德国这个英国加拿大法国之类八成以上 自己的盟邦都认为美国的这个制度已经不再是一个典范 那更不要说其他就是这个开发中国家全球南方国家 日本呢 日本有13%认为美国从来不是个民主典范 但这几年有65%的日本人认为美国已经不再是民主典范 所以这个就不需要多讲你看从这个2016川普出来然后到现在 包含现在的这个四年的这个拜登美国的民主政治 我们以前觉得说两党政治 因为要取得50%的选票 你会尽量向中间靠理性温和对不对 美国过去给我们的形象好像是如此 我们过去念的这个政治学都是这样子 现在发觉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难怪我好久没有听到美国那民主论坛的新闻了 对啊 没人再提了对不对 但是我必须要讲整个民主选举制度 不只是美国 其实都在撞毙都在出问题 那你看就算是有两阶段总统投票的这个国家 那到最后还都是一些民粹 最后因为两阶段就到时候剩下两个人 就两个都是民粹嘛 一个比右一个比左嘛 对不对 所以就会变成这个选举制度 形成一种 就是整个政治人物低能化 官僚的能力也 治理也低能化 那所以才会那个哈佛大学的 艾利森教授 在上个月 艾利森教授是提那个 就是休息底的陷阱的那位教授 非常知名 他在外交杂志写一篇文章 他在评论 新加坡的治理制度 跟美国的相比 从三个层面 人民的富裕 治理 政府的治理 以及政治权利跟民主 他说新加坡在绝大部分的指标上面 都胜过美国 他觉得美国应该要思考 新加坡制度为什么可以如此的好 我来补充一下杨教授 因为艾利森是我老师 我就帮他吹牛一下宣扬一下 他说美国的政治 第一个成本太高 选个总统 选个参议员 选个中议员 那个价钱 我想可以选几个日本首相 是啊 对啊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点风险太大 他的风险 包括这个人身上的风险 包括被污蔑的风险 被抹黑的风险 被霸灵的风险 台湾真的没有人为搞政治了 没有台湾比起美国 那是小湖见大湖的 第三个 它的效率运转的非常的糟糕 非常的糟糕 那第四个时候 道德水平逐渐低落 所以你看怎么办 这个到处都是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Do Your Care